在當時跟天津會完面之後 那外交部大陸外交部 也立刻發布了通知 希望在阿富汗所有的 中國大陸的居民 都要緊急的撤離 所以其實會見 是一個很正常的事情 因為人家是要即將 要接班的新政權 本來就應該要碰面 而且也跟其他地方都碰過面了 那麼現在綠營在帶的 不外乎是幾個風向 就說塔利班過去很邪惡啦 但是其實這個拿講出來的邪惡 就並不是恐怖主義 不是恐怖攻擊 因為大家還是有點誤解 就私私有兩種 塔利班也有兩種 一個是阿富汗塔利班 一個是巴基斯坦塔利班 巴基斯坦塔利班 那個是製造恐怖攻擊 炸彈的 殺人的 那個是恐怖組織 阿富汗的塔利班 基本上它只是一個 軍事武裝政權 未來它也曾經統治過阿富汗 所以它沒有去做那些 什麼恐怖主義的爆炸的 炸彈的攻擊 相對來說沒有 而且綠營現在在講說 你看塔利班好壞壞 所以大陸跟它站在一起也好壞壞 那這個所謂的好壞壞行徑 其實就是他們因為是伊斯蘭主義 所以對於女權相對來說 非常的不尊重 非常的不保重 有壓迫的狀態 可是這在大多數的伊斯蘭國 都是這個樣子 那麼就連民進黨曾經接觸過的 阿富汗國跟中東的國家 也是這個樣子 那綠營怎麼不講說 蔡英文也跟這些人站在一起啊 好 所以這些都只是為了抹黑 抹黑這本來就搞不懂 阿富汗的前世今生 他們在講說 哎呀這個台灣絕對不能 跟阿富汗拿來比 因為美國對台灣 是相當支持的對不對 你看美國就是 這個沒有很支持阿富汗啊 什麼支持20年還不夠支持嗎 而且再反過來講說 那一旦有什麼樣狀況的話 那美軍在台灣超過20年 這個代價能夠想像嗎 現在我們大家都直覺的想像說你看 美軍總有一天會離開 美國總有一天會放棄 可是你沒有想到 那在他放棄跟離開之前 給阿富汗帶來什麼樣 傷亡的代價 那美國死了多少人 阿富汗死了多少人 這過程當中的傷亡 台灣人要承擔嗎 那承擔完了之後怎麼樣呢 就還是要美國人拍拍屁股就走啦 多少人搶著要上飛機 他不給你上啊 在越南的時候 美國至少還有讓一部分 當初跟隨自己的人跟著來上飛機 但是在這一次阿富汗撤的時候 就連翻譯官也沒跟上飛機啊 就連在緊緊跟隨在美國 屁股後面的人也沒上到飛機 然後今天最新的消息 在機場當中 美軍對空鳴槍說什麼 平民不准來 這是我美國人的飛機 你平民不准上 你過去多愛我多挺我 那是過去的事情嘛 現在幹嘛就我們要走了 關你屁事 關我屁事 這就是美國人他對待世界各個國家 最主要最核心 也是最一致的事情 哪個政權最不可信 除了民進黨就是美國最不可信 比如說為什麼一定要加一個民進黨 因為我們身在台灣嘛 還是要稍微講一下 台灣的這個觀點 好 那麼再來一個是呢 其實美國過去曾經扶持過塔利班 那這些歷史 這些緣由 就是背後阿富汗的恩怨糾葛 恩怨情仇 然後阿富汗跟北方聯盟之間的 種種的關聯 美國當初跟蘇聯 他們是如何在其中的角力 這些事情呢 你就會發現 這些現在的綠營呢 完全都不談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無知嘛 他們是鳥蛋 他們只是想要去帶出一個風向說 哎呀 就是美國這個也沒有怎麼樣啦 對吧 台美之間關係還是好棒棒啊 那再來我要看到那個 財經網美的想法 因為我覺得這完全是一個 很平行的世界觀 因為對我來說最直觀的理解 就是你看美國確實不可信 結果沒想到呢 對於這些綠營的來講 他的講法叫做說 哎呀 美國已經仁治意境 對 是這個意思 而且還叫做對國民黨仁治意境 好 那就算是這個樣子 那不就表示 美國也會對民進黨仁治意境嗎 所以你們眼裡只看到說 哎呀 你看 那美國當初也拋棄國民黨啊 美國怎麼樣 那你就沒有想到 美國也會拋棄你嗎 現在這些風向在講說 哎呀 那什麼 阿富汗自己不努力啦 這種講法一方面是完全無視當地的傷亡 非常的冷血 無人性 第二個就是 那如果未來台灣也發生了同樣的事情 那不就是因為民進黨之力不努力嗎 不就是你們現在綠營之力 要搞台獨的不努力 然後自己呢 怎麼樣 啊 沒辦法 就是被放棄了嘛 所以所謂的看看阿富汗 想想台灣 當然沒有辦法做完全一模一樣的比較 但確實有可比性 也有一致性 這個最大的一致性 簡單來說就叫做 美國不可信 那如果我們還要再去相信這樣的美國 而付出代價 那就真的是又傻又蠢又沒人性 有一條的言論都還是說 美國 日本一旦台海有事 會幫台灣的 這個也沒關係啦 就綠營覺得不要把阿富汗 比台灣某種程度上也是 我們再次回顧 因為在美國投入到阿富汗 至少已經投入 就已經投入20年了 投下了巨大的成本 一兆的美金 2000條的人命 好 可是呢 最後我們都知道 沉默成本這件事情 很多人通常就是 越投入越捨不得放棄 正常人的心態都是這樣 你就我已經投入這麼多了 要不要再多投一點吧 這就是你越愛 你就越愛 那你要切割的話 反而是要花很大決心的 所以美國投入了這麼多 理論上他應該會覺得說 哎呀 是不是再多撐一點啊 是不是應該再努力一下 畢竟都投入這麼多 如果現在就放棄 過去的就等於白頭啦 好 可是呢 說斷就斷 說斷就斷 因為美國自己要戰略收縮 那麼 反觀 那美國對民進黨投入了多少 有嗎 有嗎 就武器而已啊 武器也是拿錢的嘛 對吧 就送了一點疫苗嘛 就頂多送了一點疫苗 那其實也是為了保障台灣的芯片供應嘛 就美國對民進黨投入什麼呢 送了萊克多巴胺的豬肉 那對美國來說那不叫做付出啊 那都是獲利啊 台灣跟美國所有的往來之間 獲利的大部分都是美方 台灣方面獲利的是什麼呢 就是民進黨的官員嘛 有疫苗他先打 然後他去美國 然後有各種高官可以接待啊 做好的 吃好的 睡好的 台灣的普羅老百姓是大多數沒有享受到 從美方來自台灣的實質獲益 所以美國對民進黨對台灣 沒有投入什麼東西嘛 我沒有投入 我投入多的都能夠放棄了 那沒投入的 是不是更可以說放棄就放棄 這是簡單的人性 第二個層面 美國在花了20年都打貴英塔利班 那打得贏解放軍嗎 你說你看這個美國不會放棄台灣啊 這個什麼阿富汗的這個很脆弱啊 對阿富汗很脆弱 那請問解放軍跟塔利班是能夠拿來比較嗎 那解放軍比塔利班強吧 美國連塔利班搞了20年都打不贏 打得贏解放軍 那如果就算打平手好不好 就算打平手 這已經是不符合現實的這個狀態 就算打平手在台灣打20年 死的是誰 死的是台灣人啊 所以綠營這些人就這樣講說 不能比不能比 所以是很多不能比 這什麼個不能比 就是解放軍絕對比塔利班還來得強 然後美國對台灣的投入 絕對比對阿富汗的投入 還要來得更少 所以這個方面確實是不能比 所以你也覺得台灣的重要性 根本也不如阿富汗 當然是不如阿富汗 就是對於美國來說 就能放棄就放棄 你看他中東都可以放棄了 他還有什麼地方不能放棄 第一島鏈的問題 他可能更看中南海啊 他也看中日本啊 他還有其他要看中地方 他可能最後唯一要維繫的 就只是美元跟石油的連接美元霸權啊 那如果大陸願意在人民幣跟美元之間 做出某種程度上面的妥協 維繫美元的霸權 那其他的也是可以說退讓就退讓啊 因為畢竟對美國核心主宰力量 就是美元嘛 好 那麼再來我們看到 其實在這一次很多可能忽略到的地方 就是我看到一些這個很多當塔利班 他們去接管這個城市的時候 很多政府軍阿富汗既有的部隊 他們在這個退出或者是投降的時候啊 他們是主動向塔利班投降的 這個我覺得很多人可能是不是很清楚 然後當塔利班的士兵呢 他們騎著馬的走在街頭上啊 然後或者就是他們那個部隊行進的時候 旁邊的阿富汗啊 就我看到是感覺挺歡呼的 挺高興挺興高采烈 就沒有說哎呀好可怕 為什麼大家躲起來啊 然後或者是馬上這個 沒有這回事啊 所以真如塔利班所言是和平轉移 對 是和平的轉移了這個政權 所以就這個狀態來看呢 綠營如果還要再把它想像成說 他們全部都是什麼恐怖組織啦 這個非常可怕啦 然後到處殺殺殺殺殺殺 就其實也不是這個樣子 其實他就是在政權之間有鬥爭 然後現在大部分都是和平轉移 那為什麼呢 一方面你就可以思考 所謂的什麼 美國人質意境這種就是鬼話 為什麼叫鬼話 那可見阿富汗的人民 大多數也選擇塔利班嘛 否則只靠什麼恐怖組織 只靠教義 然後只靠武裝 怎麼可能就奪得那麼多的城市 雖然阿富汗的人民沒有到 倒喜相迎這種地步 但肯定如果他們大多數也用腳投票 或者至少也已經投票 覺得交給塔利班統治 可能也是一個不錯的狀況 因為先前當塔利班跟北方聯盟在 就是現代的阿富汗軍在的時候 大家是看得到了嘛 它是一個阿富汗兩個政權同時存在 所以大家是可以看得到在兩種制度 或者是兩種政權統治下面的生活 所以當一方面他覺得 我的統治效果行政效果還不錯 我積極的跟國際來求助 積極的跟國際來合作 積極希望能夠拉攏各種投資的時候 或許阿富汗的人民也覺得 可能這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至少盡快的終結亂世 而且有網友說 他說阿富汗一般人民才不喜歡美國人 害他們家破人亡 沒錯 因為像那個阿富汗的前總統 他也講說他就痛恨美國 因為美國當初說要來打塔利班 結果打的都是無辜的老百姓 所以他就導向塔利班那邊了 所以其實當大家 當阿富汗更多人選擇塔利班 而沒有選擇阿富汗政權的時候 也背後上其實也是美國的責任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聞不會消失 只會更強大